武神主宰 第五千五百零七章 死灵长河天目 作者 按摩师 看到几女走出 秦晨脸色发白 连连白手 片刻后 秦晨躺在门口的躺椅上 几女依偎在她的胸膛之上 享受着这温馨的时刻 不知过了多久 混沌世界轻轻一震 似乎触碰到了什么 嗯 秦晨陡然睁开眼睛 离开虚空裂缝吗 旋即 她眉头微微一皱 若只是离开虚空裂缝 混沌世界不会有这样的震动 应该是触碰到了什么 想到这 秦晨瞬间站了起来 秦 怎么 千学几人都看向秦晨 没事 应该是混沌世界 离开了虚空裂缝 我得出去看看 秦晨微笑着 温柔看着秦女说道 秦女连忙站起来 有些依依不舍地看着秦晨 他们是多么不舍秦晨离去 但是他们也知道 秦晨现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他们的男人 在为他们拼命 他们又怎能拖自己男人的后腿 晨 那你小心 千学几人温柔道 我们等你回来 再让你放松放松 说到这 千学几人似是想到了什么 不由害羞低下了头 脸颊也瞬间飞红起来 宛若熟透了的苹果 秦晨本来脸色还好好的 听到这话 顿时两腿发软 差点没一个裂解 嗨嗨 思思 你再等等 我们已经出了死海 一定会尽快感到明月女帝的永结涅海 到时候 你身上的伤就会痊愈了 秦晨抚摸着思思 完美无瑕的精致脸庞 温柔说道 思思什么都没说 只是抬头 清澈的眼神 就这么爱慕看着秦晨 深处带着一丝关怀和担忧 我走了 话落 秦晨身形一晃 瞬间消失 破 秦晨刚一走 思思便是一口鲜血突然喷出 然后瘫软了下来 思思 千雪 如月 我儿三人急忙上前 扶住了她 面露紧张 我没事 思思微微一笑 嘴角心红的鲜血 落在她那苍白的脸庞之上 让人充满心疼和爱恋 思思 你的伤势 为何不和陈说一下 千雪几人眼眶寒泪道 思思微微一笑 如同病中仙子一般 低声道 陈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而且 我的伤势 她肯定也猜到了一些 她已经很累了 我不能再给她更多的压力 吉女焦急道 可你的伤势 大家别那么紧张 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思思苍白的脸上 挤出一丝笑容 眼神中带着一丝令人心疼的成熟 她眼神绽放动人光芒 充满了坚定 难难道 当年在天舞大陆 我净患魔窟 入魔道没死 在天界 被困死灵狱没死 在魔界 无声魔狱中我依旧活了下来 如今 这深渊之力 同样无法杀死我 不管如何 我都会坚持到永结涅海 然后活下来 我要陪着陈 走过他人生的全部道路 而且 我一定要为他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并将他抚养长大 说到这 思思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脸上露出了一丝温馨的笑容 仿佛想到了他和秦晨孩子出生 一同玩耍成长的画面 文言 鸡女都是沉默了 他们回想到 先前思思如此重伤的情况下 还对秦晨极其的热烈和主动 那狂热和疯狂 是他们以前都不曾见到过的 原来 竟是如此打算 是啊 他们都想和秦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混沌世界外 秦晨的身形骤然出现 此刻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浩瀚的空间乱流 而在这漆黑的空间乱流中 竟是有着一道隐隐的黑色光幕 先前拦住混沌世界的 正是如同长河一样流淌 散发着淡淡星光的漆黑光幕 混沌世界 先前随着空间乱流 随波逐流 如今触碰到这黑色光幕 这才停顿了下来 古怪 在这虚空乱流之中 怎么会有这么一道 如同长河一般的黑色光幕 晴晨眉头微皱 要知道 混沌世界极其不凡 在融合部分空间之星之后 哪怕是这冥界的虚空裂缝 都无法破坏 可这黑色长河一般的星光天幕 竟能拦住混沌世界 让秦晨心中如 何不惊 并且 在这黑色光幕之上 他还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死民之气 这股气息 虽然不是特别浓烈 但其所蕴含的本质力量 却是极其恐怖 让秦晨也隐隐感受到了一丝心惊 此物 古怪 秦晨眯着眼睛 看着像一张巨网一样 拦在着虚空中的黑色长河光幕 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身形一晃 再度进入到了混沌世界之中 以幽冥大帝的眼界 应该知晓 此物是什么 混沌世界中 幽冥大帝 正在滋滋不倦地指点 诸多禁区之主 雨刷 突然 一道光芒一闪 秦晨出现在了幽冥大帝的身边 看到秦晨出现 万古民族 第一个兴奋地小跑了过来 陈少 你总算来了 可想死属下了 万古民族一脸激动道 您看看 属下已经和大帝 好好指点了一下血沙他们 如今血沙他们的实力 可都是今非昔比了 哦 秦晨走上前 来到幽冥大帝身边 秦晨 你来了 幽冥大帝连笑着道 在他面前 是修行的血沙鬼族等人 此刻 这一群人身上 其中一大半 竟是都隐隐散发准地气息 令人心计 你这一群麾下天资的确不错 其中一大半人 在吸收一丝大地本源之后 触摸到了准地境界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跨入准地境界 剩下一部分人挤足资源 今后跨入准地 应该也没问题 幽冥大帝微笑说道 秦晨点点头 血沙鬼族这些人 其实都不简单 亿万年来 死海囚龙中 被关押了多少禁区之主 几乎数不胜数 而在死海囚龙中 一开始的岁月中 众人为了争夺地盘 和掠夺资源 死了多少人 那几乎就是一个绞肉场 弱一些的超脱 怕是一开始就全都死在里面了 能活下来的 几乎都是 这一群超脱中的佼佼者 后来一气之城建立 制定了稳定的秩序后 禁区之主间的厮杀少了 但众人却经常前往死海历练 和死海中的冥魂兽厮杀 在这样残酷的历练下 能成长为三重超 脱禁区之主级的 哪个不是超脱中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这里随便一个禁区之主 拿到冥界中 估计都不会比一些 大地麾下的领头大将要弱 如今 有了足够的资源 实力自然会突飞猛进 见过大人 见到秦晨 众人急忙纷纷行礼 一脸激动 无比虔诚 这些天 众人的修为 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大家这才离开死海囚龙多久 就完成了当初在死海囚龙 怎么也无法完成的事情 而这一切 都是秦晨带给他们的 这让血煞鬼祖他们 如何不激动 一个个目光火热 眼神虔诚 宛若狂信徒一般 不远处 闭关中的魔力 察觉到动静 不由睁开眼睛 对于幽明大帝的讲解 一开始 他是极其不懈的 可想到要去救赤炎大人 为了能尽快提升实力 他还是忍不住来到静边 一同旁听 最后的结果就是 真相 幽明大帝 不愧是明界四级大帝之一 对修炼的理解远超正常人 至少很多东西在魔力看来 那是能给他 带来无限启发的 如今 看到众人在秦晨面前如此激动 魔力心中顿时说不出来是滋味 大家同样都是 来自宇宙海 为什么秦晨会有那么多人跟随 而自己身边才一个罗侯魔祖 这倒也罢了 关键这罗侯魔祖 还是一个脑子拎不清的 好累啊 感受到众人那感激激动的神情 秦晨微微一笑 先是慰问了一下众人 然后才看向幽明大帝 将先前那黑色光幕告知了对方 并进行询问 黑色长河光幕 幽明大帝神情一正 微微皱眉 片刻后 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难道是 秦晨 你打开混沌世界 让本地看看 幽明大帝连开口道 秦晨点头 一抬手 顿时 眼前的天地 仿佛变得通明起来 一个通道浮现 而那通道之中 混沌世界外的场景 瞬间清晰地展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刹那间 眼前那浩瀚黑色光幕长河涌动 清晰呈现在每个人眼中 这黑色光幕 万古民族见状脸色一变 惊呼出声 秦晨豁然看向他 眉头皱起 莫非这万古民族 知道什么 万古民族张着嘴巴 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最后转头看向幽明大帝 大帝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何隔着混沌世界 属下都感觉到此天目蕴含恐怖力量 有强烈的压迫感 死灵长河天目 这是死灵长河天目 想不到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竟是如此大胆 竟将这死灵长河天目都给激活了 这是封锁了大半个明界天地吗 幽明大帝 脸色难看到 死灵长河天目 秦晨皱眉 幽明大帝宁重道 此物乃是利用死灵长河的力量 所演化而出 众所周知 死灵长河 乃是我明界的母亲河 无数生灵陨落后 其都会进入到死灵长河之中 进行转世 可以说 死灵长河 乃是明界最恐怖的境地了 而这死灵长河天目 便是通过激活死灵长河之力 让其力量渗透明界形成的恐怖风镜 这必然是针对我们的 我不默不默不默不色的 将长河不默不灿